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想想的泡泡 不要闲闲的眼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想想的泡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成长的味道 欢阿八 如果你最重要的东西被别人偷走了 你会怎么样啊 如果我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我当然会伤心的 但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其他人是偷不走的 那欢阿八 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 当然是我最重要的宝贝女儿了 欢阿八不说 我也猜到是我了 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鲍鱼 对了黄奶奶 那你呢 对我来说呢 家就是最重要的 好生哦 不明白 东姑你呢 我最重要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重要的是我的罐头鱼 我都没问你 哼 你最重要的竟然不是我 不给你吃了 早吃完了 竟然吃得这么快啊 那不是花阿姨吗 哦 她要偷偷进学校干什么呀 难道真的进来偷东西 噓 我们悄悄跟着她 我们为什么不跟她打招呼 欢迎 为什么你又偷偷进学校啊 我们不见的东西果然是你偷的 你 我 我 呃 我进来是找你们的 你说话断断续续 不清不楚 你分明就是心虚 嗯 没错 我的确不是来找你们的 我是来看看萝卜糕有什么新品而已 你就把薯片还给我 你就把薯片还给我嘛 我的简直 挤了很久的 我不可以没有小滑轮的 拜托 拜托 可不可以把叶子还给我啊 你们不见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偷的 偷了对我也没有用啊 那些只不过是你们才会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那些东西搞不好是你们自己不小心弄不见了呢 嗯 嗯 等等 有小偷 快点捉贼啊 喂 别跑啊 就是因为你 我姐姐又差点被别人误会当成小偷了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抓到你 来证明我姐姐的清白 甜心子哥猪嘴神器 辣辣辣辣 辣到你眼花花 辣椒粉 我是不会放手的 嗯 嗯 啊 弟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特意过来找师兄 就是为了能够进来 帮姐姐找出真相 阿琪 你真是很疼姐姐呀 啊 啊 不好 他逃走了 哼 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真可惜 居然让他逃了 无所谓了 都已经证明姐姐是清白的了 你不怕小偷回来报复你 然后偷走你最重要的东西吗 我最重要的东西 他是偷不走的 啊 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王主任 您今天的心情好像特别好哦 当然了 我今天早上捉了两个 两个没穿校服的学生啊 那也不用这么开心吧 嘿 你懂什么 嘿嘿嘿 看到那些学生被我罚 我就很开心了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 我收到了一件好东西 噔噔噔噔噔 是不是很漂亮啊 呃 什么漂亮啊 这么大 这么漂亮的古董你都看不到 啊 我的新古董去哪里了 没 没 没 还是没有 到底去哪里了 会不会是放在家里了 这么大一件古董化的地方 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肯定是被人偷了 你说 是不是你偷的 您 您怎么会这样 是你 一定是你 快点陪我呀 陪呀 什么 又管我是 哎呀阿七 为什么红豆和绿豆都还没泡 还有啊 为什么黄豆也没有没 明天开店才做一定来不及的 还有啊 我现在就去做 不用了 你先坐下吧 哦 姐姐 你叫我坐下有什么事啊 我知道你今天去了学校 所以什么都没有做 你这么相信姐姐 姐姐已经很开心了 姐姐 上次我不相信你 而且还错怪了你 你都没有生我的气 我说过 无论你以后做什么 我都会相信你 嗯 饶了你吧 哎 你如果这么相信姐姐 就不会整天不点姐姐的话 把豆腐花做成这样了 哦 姐姐 我做的豆腐花有什么问题吗 我经常跟你说 豆腐花的利润很少的 你还怕豆腐花做的那么好吃 每个客人来了都只点豆腐花 不点别的 这样我们赚什么呀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哎 等等 今天我们两个都不在店里 那岂不是只剩拿一个人 你好 麻烦拿一份菜单过来 喂 怎么找钱找这么久 你是不是不记得啊 喂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做了很久了 哪有人这么做生意的 喂 我都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怎么糖水还没有来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你看老板出门了 不在店里 嗯 喂 先生 不准偷拍 严禁录影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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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困了 小咪 我不可以继续跟你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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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的先起先量薯片啊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咪 找到了 找到了 结果果然是你自己不记得放在这里了 喵 因为上次我记得把薯片锁在箱子里都能被肥君主不小心吃掉 所以我想不会再把薯片放进去了 可能是我习惯了放进去后来就不记得了 嗯 嗯 这个箱子那么明显 谁都知道是用来放薯片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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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启灯 水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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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容 我 思思 我知道不见的那些简纸到哪里去了 咦 奇怪 为什么她说了我要说的话 原来我的十二星座简纸是被爸爸拿去过胶了 因为我之前跟爸爸说过那些简纸很容易烂 所以 我也找回了那包献气限量的薯片了 原来真的是我自己藏起来了 嘿嘿嘿嘿嘿 其实我也找回我的小滑轮了 嘿 嘿嘿 我平时都是像这样滑着下楼梯的 谁知道这次弄掉了吊饰自己都不知道 昨天上楼时才看到 幸好还能找回来呢 我也找回那片叶子了 原来我把它夹在一本武侠小说里 可能看得太入神了 连自己把它夹在里面都不知道 哈哈 太好了 我们都没有不见东西 咦 那那个小偷究竟偷了什么呀 哦 王主任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已经够烦了 还要被这些小孩烦着 我身体强健 怎么会生病呢 你连说话都那么无尽打财 你在说谎 都说我没生病了 我不见了东西呀 你哪里不舒服 你 你究竟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我不见了很重要的东西呀 原来你是不见了很重要的东西呀 啊 你一定是和我们一样 是自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我都肯定是被人偷了 你一定是记错了 你仔细找找看 哦 不跟你说了 王主任 差不多要上课了 你回去好好找找看吧 一定可以找到的 我之前也是这样 可能你一回家就看到了 究竟有没有人听我说话呀 我的股东这么大 怎么可能自己藏起来 会不记得呢 我最讨厌别人惹我生气了 我最讨厌别人惹我 无忧无虑自在没烦恼 心态好好 哈 转眼前快长大了 哈 想念每个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万万千我们都跨过鸟 多么骄傲 更香啊 故事里面描绘 回到那个奇异阿道 手牵手别走掉 手不足道 想起这首歌调 这个天性格的飘皮 却又不是可爱的味道 总爱说说想想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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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我刚刚已经赢得了 网上那个美食评论点击率 排行榜的第一位啊 吃一点还会上电视分享呢 我很快就会成为一流的美食家了 可是为什么上面用的是我的名字 幸好被我看到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我上电视了 我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